黨決議徵招張善政 國民黨中常會上牽著手高喊動算 國民黨主席主理倫正式宣布 前行政院長張善政披戰袍出征 桃園市長選戰 稱他張善政同志 因為他已經加入中國國民黨 張善政坐底下喜滋滋 拿出熱騰騰剛領到的國民黨黨政 這一切來得有多突然 不只張善政當天才入黨 連徵招消息都是常會開始前兩小時才曝光 最不驚訝的看來只有中常會裡 還是團結拍手一派和氣 但桃園當事人們可是氣到不行 畢竟朱立倫似乎忘了還有他們 根據瞭解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力見張善政角逐桃園 十三號朱立倫和張善政最後一次會面 當時就已經敲定人選 十八號立刻火速通過提名 突襲是徵招 也讓早已表態要選的無法接受 羅志強在臉書PO出低頭誠實照片 坦言內心是驚訝 錯愕 誤未雜誠 呂玉玲更強調自己非常震驚與不解 痛批朱立倫用突襲方式宣布 根本亂無章法 桃園在地議員這番話並非空穴來風 因為日前才剛傳出有藍營金主立拱 韓國瑜徵戰桃園 雖然最後是總統大選時的搭檔 張善政出馬 仍讓外界猜測是韓國瑜背後推薦 言下之意這步棋也象徵 馬 韓 朱聯盟成型 雖然國民黨提名張善政被解讀 是要搶攻中間選票 但對民進黨有意參戰市長的可能人選來說 鄭文燦執政桃園八年期間 早已不是藍軍說了算 就連能不能贏中間選民 也非國民黨說了算 民進黨內部態勢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不出手攻擊國民黨 暫定隔山觀虎鬥 畢竟對手國民黨人選張善政 在一陣驚呼中出爐了 但藍營桃園地方整合 看來還有的鬧 稍微喜歡林凱局收看台北報道